其实我们客户还非常关心的一个 就是关于刚才陈总提到的 关于这个融创万达和这个 这个复利的这个交易的这个问题 他们觉得很令人诧异 而且交易的速度非常快 我想呢我在问任总问题呢 就不要问关于什么调控啊 和政府有关的事情 就是重点 您能不能给我们投资人解读一下 这样的这个 就是这个交易的您的一个看法 任总 他们也没让我去当读董 也没跟我讨论 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干嘛 我就知道你们都在那说 李嘉诚跑了跑了 我看东方广场他怎么样呀 他要跑了 先把那东方广场卖了 那东方广场地儿多好啊 那么卖高价不是比他现在卖的东西都贵多了吗 他为什么不卖 看问题得看两面 你知道人家想什么吗 你不知道 所以别去讨讨论人家干嘛 你就想你自己干嘛就想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老问买不买房子 你要自己看不准呢 就跟巴菲特去 巴菲特说 把最专专业的事交给最专业的人去干 你看不准有人看得准啊 你把那钱交给那看得准人去干不就完了吗 你干嘛非得自己独立承担那责任和风险啊 你把那风险转移给别人不挺好的吗 我觉得就是啊 我不够专业 我也不知道王健林为什么卖 我也不知道这个盘世纪为什么卖 我也搞不清楚 我就知道干好我自己那点事就行了 你们就注意啊 别人干什么是人家的自由 你干什么是你的自由 你别老去干涉别人自由去 瞎猜什么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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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